玩耍 哈囉 各位風暴犬大家好 我是帥狗 願池力與你同在 我們接下來開的是冰節界御主 真的是所有玩家千呼萬喚 使出來的牌組 在日本官方投票人氣第一名的主題 這御主的包裝上面有一隻新的怪獸 剩下來都是我們比較熟悉的手面孔 然後這個御主的強度 我看網路的分析大概介於T1跟T2之間 在T2本身很強 就是你只要收了三副 哇 牛就很牛 只是當然你沒有去調整的話 在賽場上按理來說是得不到特別好的成績的 冰結界的宿命包 那冰結界的宿命包幾乎都是復刻卡 這裡就是冰結界的宿命包會出的內容 那我們現在馬上就來看這個運輸裡面的內容 來 GO 其實我已經很久沒有買御主啦 真的很久沒有買御主 都沒有看到特別想玩的主題 好 你看 宿命包 就只有一包 蠻厚的耶 全無種 然後再來是說明書 冰結界的名譽一樣是龍 為什麼我對這個龍就不是特別有感覺呢 明明很帥啊 強度也很夠 近期的卡包介紹 以及 看一下 好 戰術解說 墨地特招 牌組特招 這兩張卡是特招點 反正等一下我們看就知道了 看到這一副牌組 我就想起當年 賽場被無限地獄支配的恐怖 無限地獄的冰結界的三叉螺 我們來看 這次這樣新卡的效果如何 好 使水屬性等級四個怪獸 這張卡名字的第二跟第三個效果 一回合只能各使用一次喔 第一個效果 我方場上有其他冰結界的怪獸存在 對方不能上級召喚 哇 直接打神仙跟帝王牌組把他打成弱智 只是現在好像比較少 但是也可以 屌虐真龍 第二個效果 捨棄一張手牌可以發動 牌組冰結界協調怪獸一體 特殊召喚 此效果發動後 我方回合只能特殊召喚 隨屬性的怪獸 嗯 OK 減鎖 第三個效果 我方冰結界的怪獸效果發動 需要送墓或捨棄手牌的場合 可以將此卡從墓地除外 代替 喔 反而就很關鍵的卡 可以檢索 又可以當發動的代價 很好用 好可愛喔 冰結界的衣烏 欸 他這是 哇 他鑽面不是普通的那個 就是像水晶鑽 他還有半鑽 哇 這個有嗎 這張就沒有 這張就是 底就是亮面 喔 這樣有半鑽耶 各位 出大獎啦 出大獎啦 這張半鑽就是冰結界獸主的大獎 凡是閃卡我也都有機會變成半鑽 還只有這一張 他的半鑽特別的值錢 但其實我在拍片的時候並不知道這件事情 我這影片拍完後來去查網拍才知道 哇 這張卡應該是大獎 當下我真的是什麼都不知道 反應才那麼淡定 真的是無為而為啊 好啦我們來看這個小蘿莉的效果 這個名字的第一跟第三個效果 我一會兒只能各使用一次 第一個效果 我方有冰結界怪獸存在的場合可以發動 從手牌特殊召喚 哇 自帶特招能力耶 好強喔 第二個效果 我方場上有冰結界怪獸存在 對手不能改變 首被表示怪獸的表示形式 你只能一直躺著 你不能轉回來 然後第三個效果 我方場上有冰結界怪獸存在的場合 將目的的磁卡除外可以發動 在我方場上 將一體冰結界的代幣特殊召喚 水族水屬性異星的Token特殊召喚 再來是冰結界的至青藍 此卡名的第一跟第二個效果 一回合可以各使用一次 解放我方場上任意數量 冰結界怪獸可以發動 根據解放數量 從牌組將相同數量 等級4下冰結界怪獸特殊召喚 同兵的卡就多一張 第二個效果 將目的的磁卡除外 以我方目的或除外區 一體冰結界怪獸為對象可以發動 該怪獸加入手牌 此效果不能在此卡送目的回合發動 蠻合理的約束 它就是一個調度 把你場上不需要的冰結界換掉 可以降低卡牌的風險 還不錯 然後再來是這樣是 冰結界的虎將 你們不覺得他長得很像那個 英雄聯盟的聖嗎 如果嘴巴遮起來 就很像 此卡名的第一跟第二個效果 一回合可以各使用一次 第一個效果 對方場上有怪獸存在 我方場上有兵結界怪獸存在的場合 此卡從手牌特殊召喚 第二個效果 此卡召喚特殊召喚成功的場合 可以發動牌組兵結界的魔法陷阱卡 一張加入手牌 哇 第三個效果 此卡在怪獸區存在 場上送入目的的魔法陷阱卡 不送入目的 改成除外 哇 欸很恐怖欸 它效果其實蠻恐怖的 就是怎麼說呢 場上已經有本家的怪獸 它就無條件跳出來 這個本身就很方便 要是說你場上這個怪獸是你不需要的 它的效果 你從牌組減鎖到魔法卡 你還可以直接發動 把你不要的換掉 很厲害 等級是5也蠻漂亮的 好 下面一張 冰結界的雙青 欸蠻可愛的 海龍族協調師 此卡名的第二個效果 一回合只能使用一次 第一個效果 我方場上有其他冰結界怪獸存在 對方場上怪獸的攻擊力 守備力下降500分 第二個效果 我方主要階段可以發動 牌組等級3以下 冰結界怪獸一體送目 此卡等級 這回合和該怪獸變成相同 有堆目跟調星的作用 欸蠻強的 只是它堆目的等級上限是3星 不過就還蠻夠 可是本身沒有特招點 所以你也可以 這樣拍下來 你場上有冰結界的怪獸了 再補這個 補將 有沒有 這樣子它5顆星嘛 你堆目一直3顆星了 就變等級吧 可以馬上進行協調 還不錯 蠻好玩的 真的蠻好玩的 然後再來好像都是老卡了是嗎 因為冰結界不是沒彈的卡 我都有跟到啦 有些卡我就憑印象 好像就感覺 嗯好像看過它 我一樣來解讀一下它的效果好了 冰結界的傳導師 此卡名第一個效果特殊召喚的場合 我方不能把等級5以上的怪獸特殊召喚 喔 它的第一個效果就是 我方場上有冰結界的怪獸 表測表示存在的場合 此卡可以從手牌特殊召喚 跟虎將一曲同工之妙 第二個效果 把此卡解放 以此卡名以外的 我方目的一體冰結界的怪獸為對象 才能發動 該怪獸特殊召喚 解放直接特殊召喚是冰結界的怪獸 而且這個召喚是沒有任何事約的 代價就是解放自己而已 但你挖出來怪獸效果能夠使用耶 用雙金效果堆木 然後場上有雙金 再跳導師 然後導師的效果可以把剛剛堆木的怪獸又拉上來 哇 這就是很老很老的卡啦 我記得我還有銀字中文版 冰結界的舞姬 舊卡我就不一一唱名啦 我就直接快速過了 欸 怎麼馬上看到一張新卡 冰結界的金幣 永續魔法 此卡名的卡一會兒只能發動一張 第一個效果 此卡發動時 以我方目的等級4以下冰結界怪獸一體為對象可以發動 該場合該怪獸特殊召喚 第二個效果 此卡在魔法陷影區存在 我方場上有冰結界怪獸3體以上存在 我方場上冰結界怪獸不受從額外排除特殊召喚的對手怪獸發動效果的影響 給抗性啦 不過他的規則顯得比較稍微繞口一點 他發動時 發動時 這是一個時間點 這個東西是有可能被跳過去的 如果說他發動的時候碰到什麼事情 錯過時機點 他的效果就沒辦法繼續運轉 因為他跟場合不一樣 場合是 你可以把理解為場合比較寬鬆 所以第一個效果 有錯過時間點的風險 那第二個效果我大概就很理解 像剛剛隨便演繹一下 就是容易戰三隻 然後提供額外排除怪獸的效果發動抗性 何謂是效果發動抗性呢 就是 那些怪獸的效果是你要去二速主要發動的 比如說是永續效果的話 那這個就管不了了 好 下一張 冰結界的文章 這就是一張老卡啦 排除冰結界這隻怪獸直接加手 不過好用 這也是一張衰索性專業的老卡 下面 這也是老卡 以前玩大法師排除會放 他被戰鬥破壞送牧師 抽一 我真的是 真的是很老很老的卡 ok 這好像也是新卡是嗎 冰結界的守護陣 也是可愛的狐狸 他就是這個啊 他就是梅亞身邊的狐狸嘛 他是協調師 我方場上除此卡以外存在冰結界怪獸的場合 對方場上攻擊力比此卡手臂高的怪獸不能進行攻擊宣言 冰結界的破碩師 我方場上除此卡以外存在冰結界怪獸的場合 雙方魔法卡若不覆蓋則不能發動 直到覆蓋的玩家來看的下次我方回合到來前不能發動 喔喔喔 魔封方相識你欸 封魔團 喔這個腿 哇這個腿 哇 優質 好 效果 一個人蝸完結出 一回合一次 手牌的冰結界怪獸一體送入墓地 可以發動 此卡於場上表示表示存在 直到下個我方的結束階段時 雙方不能把魔法個結發動 olursp admin Hopefullymodel 冰結界很怕魔法卡是不是 puis 然後均失 一回一次手牌冰傑界一隻怪獸送目的可以發動 自己從牌組抽一張牌 唉唷 直接抽一耶 冰傑界的大增震 欸 蠻帥的 我現在年紀大了之後反而喜歡生女類的人設 好 第一個效果 此卡召喚反而召喚成功的場合發動 此卡變為首輩表示 第二個效果 此卡場上表測表示存在 我方場上表測表示的冰傑界怪獸不會被魔法陷阱卡效果破壞 哇 哇 一效是必發的效果 而且屁股超大 2200 好像也還好 2200容易被人家秒掉 不過提供蠻強的抗性 就給所有冰傑界的效果破壞抗性 還可以 不過他沒有提供怪獸的效果破壞 他只有給你魔法陷阱的效果破壞 所以要特別留意一下 又是一個冰傑界的虎將 此卡於場上表示表示存在 對方把場上怪獸效果發動 效果抽取時必須捨棄一張手牌 不捨棄的場合 該怪獸效果無效化 嗯?有點像雙面刃耶 給對手堆目的感覺 不過這個效果如果打到我自己 那種很出的牌 就很傷了 因為我的卡幾乎在墓地 嗯...不是特別容易有效果 像斬機的話 他獸木雖然有效果 不過必須要額外怪獸有卡 才有作用 那這個東西太早出來 像我這種娛樂型玩家就會很難做招 好 下面一位 也是妹子 冰傑界的戒夭靈獅 我看一下喔 第一個效果 對方場上的卡比我方場上多4張以上的場合 此卡可以從手牌特殊召喚 第二個效果 此卡於場上表示表示存在 對方一回合只能發動一次魔法陷阱卡 蛤? 這好像也是老卡了吧 對啊 也是虎將 一回合一次我方主要階段結束時 此卡名以外的我方目的體冰傑界怪獸為對象才能發動 該怪獸特殊召喚到我方場上 結束階段的誘發效果 雖然說他的效果在結束階段發動 會讓你感覺沒辦法做招定場 但事實上如果你是這種 因為他沒有任何等級的限制 所以那種定場能力很強的冰傑界怪獸在目的的話 比如說他在目的的話 你用他的效果 可以把他拉上來 雖然說不能展開啦 但是確實有協助你定場的作用 哇 又是虎將 此卡於場上表測表示存在 我方主要階段時 僅有一次可以在通常召喚外 再多表測表示召喚一體冰傑界的怪獸 多一個通招點啊 就冰傑界的通招點 效果這都是 好 剩下都是老卡囉 都是比較老的卡片 我們就快點過吧 青蛙其實青蛙蠻煩的 也很強 好 冰傑界的三方陣 這種感覺是展開卡的卡片 我們都稍微再看一下吧 第一個效果 把手牌三體卡名相異的冰傑界怪獸 給對方觀看 以對方場上一張卡為對象才能發動 該對方的卡破壞 從手牌把一體冰傑界怪獸特復召喚 指定炸卡 然後特招 要看三張感覺不是特別容易啦 然後你不一定要召喚 你給對手看的那張卡 你可以給對手看三張你覺得沒什麼用 然後要特復召喚的時候召喚一隻特別厲害 要說優點的話就是他沒有綁等級啦 我覺得這還不錯 冰傑界的進 感覺蠻厲害的 依對方快獸發動的效果 讓我方手牌場上目的卡出外 試用一下效果 第一個狀況 手牌之外卡被出外的場合 對方手牌隨機最多兩張出外 第二個狀況 場上之卡被出外的場合 選擇對手場上最多兩張卡出外 第三個狀況 目的之卡被出外的場合 選擇對方目的最多兩張卡出外 好微妙喔 哼 他這個是冰傑界三叉龍的鏡子嗎 浮上 欸 這不是我說過那個故事嗎 好看到一張厲害的卡了各位 抹殺此名者 超強的一張卡 會打賽場的玩家一定都看過這張卡 他效果就是把你排除一張卡出外 然後選擇一張卡片 那張卡片在這回合就是效果都無效化 好這張卡真的很強 我覺得這幅玉琢的賣點之一啦 好 黃眼神指名者 唉唷 居然有這張虛無空間 這張牌組很不交流耶 不給人做招耶 大捕獲物 哇 好強啊 雷龍的惡夢大捕獲物 好額外牌組 只給這一張 來 那我們接著來看冰姐姐的宿命包 宿命 唉唷 好應該都是閃卡了 這次的新王牌怪獸 冰姐姐的环玲龍三叉戟 來看看他的效果如何 召喚條件 協調加七條以外 怪獸兩體以上 此卡名的第二個效果 一回合只能使用一次 第一個效果 此卡同步召喚成功時可以發動 對方場上最多三張卡片除外 第二個效果 同步召喚的此卡被對方破壞的場合可以發動 我方額外牌組目的 冰姐姐三叉戟 一鐵攻擊變成3300特殊召喚 對方場上有錶測表示怪獸存在的場合 那些怪獸攻擊力減半 效果無效化 喔這個就還蠻厲害的 跳一隻三叉戎 然後還可以把對方全部怪獸效果 無搭無搭 這就還蠻厲害的 下一張 神槍龍 大家都很熟悉啦 應該大家都被他談過吧 冰姐姐最大的優點就是 他的效果都是不取對象的 像這張也是啊 他的第一個效果 成功場合發動 對方場上最多三張卡出來 這都是不取對象的效果 所以有指定抗性的怪獸 一樣掰掰 天槍龍 下一張 三叉戎龍 出來啦 很經典的一隻怪獸 召喚成功時發動 對手的手牌 場上 墓地各一張卡出外 殺傷力 賊強 當年無限地獄一回合可以跳三張 你就六張卡不見耶 你真的不用玩 陷阱卡 三叉戟的鼓動 通常陷阱 此卡名的第一跟第二個效果 一回合可以各使用一次 第二個效果 根據我方場上冰姐姐同步怪獸 總類適用以下效果 如果一種以上 對方場上一張卡出外 兩種以上 對方目的一張卡出外 三種以上 對方隨機選擇一張手牌出外 第二個效果 對方以我方場上冰姐姐同步怪獸 為對象的魔法陷阱卡 怪獸效果發動時 移除目的的此卡可以發動 該效果無效 給本家同步怪獸一個指定抗性 好OK 那冰姐姐的牌組 還是很好玩 而且顏值都很高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這部牌組可以去買 那一副市面的行情價 大概都400多 那這種牌組 它御主其實給你的料都還蠻好玩 都很夠玩 如果不想去拚賽場的話 我覺得對前途玩家也蠻友善 而且這部牌組本身也蠻強的 所以心動喔 不如馬上行動 那麼好 以上就是這次的開箱影片 希望各位喜歡 其實本來要先跟1103 結果這個東西先出現了 1103 哇 快了快了快了 好 那麼我們下支影片見啦 See you